英杰 在江湖中长齐 在江湖中快乐 各位旗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湖清谈节目 我是胡玉清 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2018商旅杯国际城市邀请赛的一盘比赛 这是第九轮的一盘对局 由我迎战韩国的业余女棋手金志南 在这盘比赛之前 我们俩同意七胜一负的成绩 然后现在这盘棋直接归属了 女子个人冠军 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的一个归属 应该说是非常的关键 好 我们先进入到对局中来 这盘棋我直黑 商旅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赛 是被誉为最最精彩的中韩 以及朝鲜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的一个团体和个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对抗赛 因为报名都可以报很多队 大家棋手都可以公开参赛 好 在这盘棋之前 我们俩同意七胜一败 金志南其实非常有实力 应该是目前韩国最具有实力的业余女棋手 应该说是在今年是已经在刚刚的结束比赛中 刚刚成为了职业棋手 这是他作为业余棋手的身份 参加最后一个业余大赛 在之前比赛中我看到他战胜了许荣洛 就在这次商旅杯的比赛中 许荣洛是目前韩国业余最强的棋手之一 所以应该说是非常具有实力 在这盘比赛之前 是我丝毫不敢大意 应该说商旅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赛制 他是通过分为A比两个组 然后每个组的在进行同名次的对决 所以这一盘棋的胜负非常大 一盘棋的出入 因为两百多个人分成这个下九轮 每一盘棋的输赢都非常的关键 所以一盘棋的名次会差很多 如果他这盘棋金志南赢了的话 他会取得韩国这次商旅杯的业余 和商旅杯的团体和个人的双两冠军 而我如果这盘棋赢了 我所代表的杭州商旅队 将会获得这次男子的团体冠军 所以这盘棋还是非常的关键 向小木是比较复古的一个布局 近来并不多见 近来因为有了AI的推荐以后 大家两年新的布局 甚至新小木稍微多一点 向小木比较少见一些 黑棋挂脚 接下来白棋就面临了一个选择 实际上白棋一个小街是更为少见的 可见对方的一个方针是先站稳脚跟来比拼后半盘 韩国的男棋手 大家都知道后半盘都非常强 我们今天因为我和韩国业余女棋手下棋也下得非常少 相信观众朋友们也比较少的了解 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这盘棋 来看一下韩国业余女棋手的一个实力 以前黑棋挂脚的话 白棋比较多 这是这个三阶加 但现在三阶加有黑棋有着一个飞压 飞压是电脑非常推荐的一个下法 最早的时候我们还喜欢多爬一个 因为讨厌这个拖 但我们之前几次节目也讲过 现在这个拖已经完全被淘汰了 白棋可以把这个给吃了 在以前冲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挡 黑棋一段 白棋一沾 黑棋一吃 这个局部认为黑棋只要挣子有力的话 是明显得力的 白棋明显不行 这被挣了以后 白棋的脚将来还被搜刮 黑棋立先手 半盘也先手 就将来黑棋如果把这个提了以后 白棋如果走一个 黑棋提了以后 黑棋这个是先手 战是先手 虎是先手 力是先手 这个白棋脚上实地并不多 也就是实木棋 这个不能称为一个定势 是明显黑棋好 但现在AI的出现以后 进行了一个大的变革 他认为这个冲 白棋只需要搬这个 黑棋局部已经亏了 如果黑棋搬 白棋就往这一长 黑棋明显亏损 可见这个棋的变化 现在确实非常多 当然后面之后 黑棋也有断一类的下法 再打吃 然后这个一路打 是很关键的一手 白棋提 但黑棋这下打就打不着了 黑棋虎 这样的话 也是被称为现在的一个定势 白棋是脱先的话 也是白棋稍好一点的一个变化吧 所以这部拖现在渐渐少见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AI的一个判断里面 这个拖是亏的 既然是亏的 那我为什么要下 因为本身这个变化 是认为黑棋稍微便宜一些 为什么说呢 它电脑更重视外面的发展 它比较喜欢加了压来连压 这个下法是比较多的 也可以先步走 先夹机 或者甚至挂脚 甚至手个脚 它如果这个交换 黑棋已经便宜了 而这之前以前 非常可惜 像以前黑棋拖 围绕了这里 其实有很多变化 白棋比如说贴了挂脚 甚至贴了斑贴了跳 都是有的 但现在随着黑棋 白棋这部棋的一个诞生以后 这些下法都没有了 这也是一个 时代的一个潮流的趋势吧 这也没有办法 尽管少了很多有意思的变化 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围绕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发展过程中不断的进步 这个一间加以后不行以后 白棋现在经常会选择两间高架 两间高架又是 非常有意思的一部棋 黑棋还是要费压 我总结了一下 电脑看到这个棋 只要不马上崩了的话 它能飞压 总是飞压 而且只要白棋一爬 黑棋一长 它就觉得转了 特别高兴 它就觉得已经转了 所以白棋一定要冲断 冲断以后 我们传统的一个下法 是靠 白棋长 黑棋长 随后白棋比较复杂 或身体比较好一点的话 是另一个 白棋如果就比较稳健的 是小飞一个 就这样 形成这样一个定势 也有追求的是白棋 跳这个也有 黑棋走这个 白棋再多画一首 撑的 把子孝撑起来 但多画一首棋 但现在确实完全不一样了 白棋碰完以后 黑棋两种下法 一个是贴这个 贴这个是真实 让人非常 头晕的一招棋 搬 在最早我们的学棋的时候 认为这个黑棋下法是无理 黑棋跳白棋长 是被认为无理 黑棋长这个话 白棋也长这个 无论这两个 黑棋贴下 还长这个变化 都是觉得 黑棋这个局部不太好 明显亏损 这个战斗很勉强 两个战斗 但现在下法不一样 这是电脑给出的答案 黑棋打持着跳 这个下法非常的厉害 随后白棋 有这首虚跳 虚跳是什么意思呢 黑棋如果冲 白棋就长 这个黑棋冲出的话 尽管感觉很不错 但实际上 这个上当了 黑棋这三个子 很难再处理 而这里白棋 还有断等手段 所以黑棋只能飞之类的 或者小尖 这里面的变化 甚至跳一个也有 这里面的变化 又特别特别复杂 大家一定要做过 一定的研究以后 才敢上这一招 另外白棋 还有贴这一手的下法 贴这一手 黑棋可以立 立完以后 白棋还要尖这个 同样也是希望 黑棋帮它下起 但黑棋又跳 之类的一个收起 总之这里面的变化 黑棋贴这一部变化 也可以写本书 我们在那个 龙战于野这本 轻易为奇研究会报告中 也花了大量的篇幅 来写这个 所以现在一些 新的变化产生以后 确实很复杂 光讲这个 有可能我们当时 研究的话 就可能研究了 但每次我们研究 两到三个小时 也研究了两到三期吧 还是没有完全搞清 这里面的变化 确实很大 但有一个黑棋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是黑棋可以尝这个 白棋尝黑棋飞 按照最早的时候 我们下这个定设的时候 老师教我们的时候 说黑棋尽管可以下 但很勉强 非常的勉强 跟之前那个变化 定论基本一样 但现在已经拥有了 不同的观念 因为有了AI AI确实对人类的 整体技术提升很有帮助 大家就可以对这里 进行一些定论性的研究 白棋尝 这之前跟我们 小时候学定是 几乎是一模一样 随后我们小时候 摆的是大飞 随后白棋一靠 被认为好像不太好 这黑棋不好处理 但AI现在给出来的答案 是靠这个 白棋尝黑棋扳 随后白棋扳 黑棋打吃 我们今天可以 在这个局部展开 多研究一下 还是非常实用的 两阶高架 因为还是非常常见的 黑棋走 白棋尝 最早我看AI的时候 摆成这个图 我看AI的棋都是 再爬一个 白棋尝 随后他唬一个 我一直没看明白 这里白棋在搬这个 搬这个技术 非常关键的一手棋 随后黑棋就脱鲜了 黑棋就比如手个脚 我一直没明白 这里白棋一打吃 这个节黑棋不怕吗 黑棋可以这些打一下 这个节黑棋来到不怕吗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节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节 而且是个紧节 白棋随时可以在外面 连走两手 这个节而且黑棋打输了损失 也是非常惨重 这我一直没有明白 因为电脑有时也会有bug 就有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简单的误算 像他这个棋就非常有意思 他如果黑棋补一个 他如果这个棋是白棋好 白棋大概有 黑棋稍差一点局面 黑棋胜率可能在 四十三十九到四十二左右 而如果补一个的话 黑棋胜率要到六十 但其实显然不是这样 其实白棋一打劫的话 然后他摆出打劫以后 就觉得不对了 然后胜率就又会调整 但关键关键是 他可能一开始 没注意这个打劫 其实这个图 我觉得是应该黑棋不太行 被如果有个打劫的话 白棋连走两手 黑棋不太行 随后他给出的一个修正图 很厉害是顶这个 这确实有些匪夷所思 白棋走这 他再什么 加一个之类的 要高效率把这个补了 但实际上这样还是不太好 结果他做了一个很 以后面一个版本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修正 白棋 他是少爬了一个 他是少爬一个 然后黑棋再一虎 黑棋单虎 白棋搬的时候 黑棋就单虎 补自补一个 而是选择少爬这个交换 这样这个图他认为是黑棋烧好的一个局面 这多爬一下 跟少爬一下 差的还比较多 对这里的战斗变化还是很明显 但尤其注意的是 白棋这步棋要搬 这步棋如果立的话 黑棋就长 白棋走 将来白棋这一招棋 这一招棋就不存在了 白棋 拔了棋以后 这个结就没有了 再搬 走这 这是我们发现 刚才我们这手棋是紧在了黑棋的气上 而这手棋却没有紧住棋 那黑棋这里就可以选择 爬一个抢先手的一个变化 而作为白棋来讲 这棋肯定是应该要搬 不管黑棋爬了一下 还不爬一下 但有了这个黑棋 虎以后 被认为黑棋稍优的这个变化以后 下这个两间高加的 确实也比较少一点 因为现在 这个变化 作为白棋可选择的变化并不多 黑棋飞压以后 白棋爬 肯定不能太满意 黑棋至少无不满 但冲断的话 黑棋即使下成这样一个地势 也是黑棋稍好一点 黑棋也不怕 所以这部布局飞到就渐渐比较少了 但这里面的变化 其实还是很复杂 比如说一间高加以后 黑棋现在也产生了 这部飞压这个下法 也是非常颠覆的一部棋 以前我们就知道 小时候学习的时候 知道这被冲断 这肯定不行 黑棋打吃粘住 你如果走在这 我虎一个 这气性不错 走这个 你走这我可以靠 对吧 你走这个我只能粘的话 这个形状差太多 白棋继续把这个吃了 甚至凶一点还立下 这个黑棋太苍白了 可能这个 又有了发现 这部变化以后 这里的一带的变化 又显得非常的复杂 黑棋打吃 白棋长 黑棋跳 这个看着就是让人 头疼的一个定势 白棋如果单断的话 黑棋只是要加一个白棋 就明显亏了 如果吃的话 黑棋走 白棋不冲肯定不行 不冲被黑棋 就一粘 白棋打吃 黑棋粘 这里面白棋还要补齐 不补齐 黑棋一立 这个活动空间太大了 白棋即使是补一个 或者贴补一个 黑棋就打吃一个 粘上 这个图也是黑棋得力的 一个图 所以白棋一定要 无论如何提之前 要冲一下 冲一下 黑棋走 打吃 鼓 白棋一定要把这个子吃了 如果不吃 加上这也是黑棋好 吃了以后 最关键的是 将来这白棋 黑棋还是有余味 黑棋丁也好 小尖也好 这里面味道很多 所以白棋就不肯直接断 一定要压 压而且只能要多压两下 单压一下 黑棋还有可能管 白棋要压 压完以后 白棋断以后 黑棋其实还是有选择 黑棋有比如利 小尖 这里面白棋也是会选择 这个钉这个 所以说这里面变化 同样还是非常的复杂 这个就给了很多 就给了所有的职业骑手吧 甚至业余高手 大家需要更多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新的变化吧 所以大家也常常在开玩笑 现在就是一种重新在学围棋的时候 一定要颠覆自己曾经有的一些围棋观和一些理念 不要让一些思维禁锢住自己 好的 那我们这个其实我们刚才摆的一些变化 都是一些管中亏爆 只是冰山的一角 当然还有一间家 这都有 现在都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我们这个可以通过以后的这些节目中 慢慢的给大家具体的介绍 今天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实战白棋小尖 厚重 自然小尖以后 黑棋其实通过我们现在对AI的一个理解 现在很多棋 大家肯定他觉得挂脚和小 这种手脚特别大 实际上再挂 挂脚总不会太有毛病 我是觉得在AI的棋的世界里 一般情况下 布局中挂脚和点33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至少不会降太多的点 在一小间 手小木的 实际上我是手这个 在之前的一个节目中 我们也讲过这个叫做金毛布局 就有一款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AI叫金毛 大家就昵称他为金毛 所以他的骑射率非常的高 所以在这个布局 我们之前也讲过 白棋一挂 黑棋一飞 然后在这个挂这个脚 等等这些变化都非常多 所以手这个脚 我觉得现在的一个 维持的一个变化 大家觉得这两个手脚 不见得哪个差 以前我们肯定觉得 最早学骑时的一个理论 星位是一手战脚 星位和33就一手战脚 第二手的价值就小了 而小木是要两手战脚 小木走完以后 最好再手一个 这样才觉得这个效率更高一点 言下之意就是 黑棋这两手棋的效率 要比这两手棋效率好 所以是无忧角比这个要好 星位手脚 并认为并不是很大的一步棋 但其实并非如此 其实电脑现在认为 这个手脚和这个手脚 优劣难分 肯定他认为 这个手脚肯定比这个好 这个效率太低 白棋往外面走走 里面效率并不高 所以这些的一些理念的变化 导致了现在很多 围齿的一个下法不同 包括这个星位小飞手脚和白棋 还要减充你 其实这样的话 黑棋脚上 以前我们觉得 星位兼充肯定不肯啊 把黑棋脚撞实了 这点33什么都受影响 但现在觉得走完 白棋在外面借用同样很多 不要拘泥于脚上的一些实地 尤其布局的时候 但电脑当时推荐这手 其实还要走这个 当然走这个 最大的一个原因是 我是觉得真子不利 哪个真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预料白棋 十有八九会点33 走成这样的话 因为没有手脚了 这些飞或者长都可以 这个变化我们在对局中 我们在之前节目中 也讲了不少次 打吃 应该也是现在 最常规的一个定时之一吧 所以我白棋飞出 接下来 黑棋针子有利的时候 可以针 针子不利的时候 飞 但针和这个飞 对于电脑来说 将近要差十个点 电脑认为能针掉的话 断然黑棋好 现在这个局面很遗憾 是针不掉 白棋针子有利 那飞一个的话 白棋这期其实无不满 将来这里的变化 还差很多 电脑 它是更喜欢这样补齐 甚至这样补一个 如果针子有利的话 这个效率 比黑棋在这里 走任何时候都好 因为走成这样的话 下面白棋随时有可能会顶出来 顶出来一战斗的话 黑棋很有可能只能弃了 所以我当时觉得 如果针子有利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这个手脚 针子不利 我不太愿意 我也不太喜欢这样的局面 因此大家经常可以看见 这样的布局中 黑棋经常会挂脚 挂完脚白棋走 这个再两肩跳 就希望下成这样的一个定势 白棋即使坚冲的话 黑棋有靠一个下法 这之后的一些变化 白棋比如说扳 黑棋一反扳 而白棋如果扳下面 黑棋就断 白棋走 黑棋吃 交换了这几下以后 这个引针就不是太严厉了 黑棋就可以在这反击 白棋很难掌控 这样的一个下法 所以现在很多棋的布局 黑棋挂完脚 白棋作为一种心理 基本上都是拖先的 要不就是肩顶 肩顶的跳 让黑棋腾不出手 要不就挂脚 所以很少见到 在以前挂完一个脚以后 让黑棋为所欲为的 吓他想象的布局 现在的词应该说是 对抗更强了 尤其挂脚已经是 按照我们以前 觉得双飞燕特别厉害 但现在是认为 双飞燕并不是那么可怕 真的是已经是 不一样的围棋了 是让黑棋飞 白棋挂脚 黑棋飞 其实当时 因为我说围棋 传统围棋理念 应该还说是比较深的 在这个时候 我的一个布局构想是 这两个头 都是抬起来的 那这手机的价值又特别大 但接下来这手 也是立体型的 作为布局来说 有两个好点 让我各得其一的话 应该还是说满意的 白棋走这个 抢这个 因为这手机 本来白棋这个是高位的话 想要发展 同时这部B的价值 也非常大 我认为这手机的价值 非常大 但如果白棋B的话 黑棋加这个也不小 像这个立体型的结构 同时又加进这个子 所以这是当时的 一个构思 走这个 但电脑认为 这次黑棋还是要飞齿 他认为左边价值 比这大 他特别喜欢下载 把齿下载宽广的地方 越宽广 他越喜欢 只但黑棋走这个 他认为白棋 应该是应该加 这手棋我也觉得稍有不妥 不是特别大这招棋 不着急 我也觉得这次白棋 加一个是得更大一点 现在走这个 黑棋接下来 在这一旦 他可能对手 可能觉得这棋 黑棋也不好拆 黑棋如果拆这个的话 白棋飞一个 黑棋如果跳的话 这棋很扁平 白棋将来在这飞一下 就把黑棋都压压扁 这黑棋也很无趣 这黑棋都在低位 很无趣 将来这里打入 而且白棋对中间的一个掌控 甚至将来从这打进去 甚至压 黑棋都很难受 像白棋这一顿压 黑棋特别难受 如果走这个又特别无趣 走这个白棋又冲了一段 一打吃 黑棋很重复 这都是走在价值不大的地方 所以这手棋 无论拆这或拆这 都是低位 不太能考虑 白棋飞不走的话 将来白棋挡下也非常大 所以这一弹 想了半天以后 选择拆这个 拆这个也有一个用意 就是如果你走这一弹 飞压或者走这一弹 我就开始对你这个子进行攻击 这两个子进行攻击 而如果你继续在这尖顶了 走 今天把这个加固的话 那黑棋这个构造太满意了 因此从棋底上讲 从一个对局的心理来讲 白棋是必须要反击的 随后黑棋飞 这飞也是事先预料好的一手棋 当然黑棋也可以考虑直接战斗 直接战斗 这棋黑棋也不怕 因为黑棋这里已经有一个拆边 而且这一带也是黑棋子多的地方 这个小飞手脚也限制住了白棋上边的一个发展 真的战斗其实也不怕 但当时拆这手棋的下就是想量着必得其一 也是当初的一个构想吧 黑棋飞 其实白棋实战下的非常的凶猛 直接飞了反击 这也是女棋手的一种风格吧 但电脑其实实战是推荐的非常冷静 先走一个小的 你如果尖这个的话 那白棋就即使再跳一个之类的 就是往上走一走 再打入这个 这都是可以考虑的一个下法 而如果黑棋跳的话 白棋再反击 或者就算靠住 白棋把这棋安定下来 他认为也是可以的 这手棋确实很凶啊 黑棋走这个 这黑棋不能跳 这跳这个形状太垮了 白棋就算冲了一段 或者冲了一眼 拐一下 这个形状太差了 黑棋一定要紧住 而走了两个以后 白棋也不能松 白棋如果这是软一下 自补一个 被黑棋这自补 那这两手棋毫无意义 必须斑断 这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剑了 白棋立 这是实战 我选择这部小街 局后我反省了一下 还是稍微缓了一点 当时其实 因为大家都知道 女棋手的棋啊 都是比较凶悍的 就是攻杀性比较强 而相对来说 整体的女棋手的一个风格 就是比较喜欢直线的攻杀 而不太喜欢那种周旋啊 怎么样 所以当时我不太想把一开始就把局面导入到一种非常复杂 非常乱的一种情况下 这棋 其实这棋黑棋是可以拐的 局后复盘的时候 他也问我 这棋你为什么不这么下 他当时有点担心 但我其实是拒怕女棋手的力量啊 如果很难起手下的话 我有可能就这么上了 白棋 这棋白棋只能再压 黑棋走这样 黑棋搬是要紧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靠 这个有点危险 黑棋即使活了 这个也不太满意 活的话得撞很多 把这个贴 或者小尖 都可以了 然后 这个还是要卖一下 然后搬 把些拆一 这个图其实怎么说呢 也不是 作为黑棋来讲 也不是不能下 单管就总显得有些委屈 其实黑棋这棋 如果拐一个 再将来这扳一扳 顶一顶啊 这棋也不是不能下 但最好的 这棋还是可以扳 这是他比较害怕的下法 扳首先 白棋不能扳这个 扳这个黑棋 切勿去吃这个 吃这个被抓斗花 黑棋把这个吃了也输了 其实把这个吃了也输了 这朵花的价值太大了 白棋随便在这走一个 或者顶一个 这个花的价值 将来这里面味道又特别差 这无论如何 不能被这样拔花 黑棋必须粘住 白棋再靠的时候 其实黑棋有多种选择 黑棋比如就尖了一般 这个白棋就已经扛不大住了 白棋一方面要走这个 然后被黑棋一断 这个就全死了 如果打吃了补这个的话 黑棋吃出来 白棋也吃不消 这个图也不行 所以白棋搬完以后只能虎 虎黑棋非常从容走 这个白棋很容易进行一个苦战 这个如果被轻吞了的话太大了 白棋这也不好活 碰尽管能搅一搅 但如果你要全部很刚烈的 全部活出来是很困难的 只能连搬取得一些便宜 那总体来说 黑棋这里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我们再看断 断其实是一个变化 断黑棋打吃 沾 白棋首先看针子 针子这是不利的 黑棋是可以跑 此外如果不跑的话 黑棋把这个尖吃了 我觉得也非常可以满意 白棋如果提 黑棋贴住 这是可以满意的一个形状 同时黑棋狠一点 还可以把这个跑出来 当然这个就比较乱了 跑出来以后白棋靠 黑棋还是有靠这个手法 这个尖了虎也可以 这个对白棋来说 冲击还非常大的 白棋可能只能跳一个 黑棋长 白棋可能顶 甚至黑棋先放着不下 走这个 能把这个吃的话 应该黑棋还是不错的 而电脑推荐的一个下法 它并不是要求拐弹 它就说你外面走一走 先走两个 再小尖 这个他觉得已经可以满意了 实际上黑棋单小尖 多多少少有些缓 被白棋跳到 这感觉白棋拼搏 白棋就是 有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看不清的时候 就需要一个 就类似于一个赌博一样 他在这里就赌到了 就黑棋不敢反击 这个地方他成功了 下车这样应该说 是白棋略为得分的一个局面 实际上黑棋拆一 这也是一个型的要点 在这个其实白棋联络是有一些的问题 黑棋其实可以考虑这个碰 但碰完白棋长 按照常规的手机 黑棋是要飞这个 但这个局面下太损 白棋别去冲这个 冲这个尽管可以连回 黑棋不能冲一段 这AB两点建核 但黑棋一爬白棋很痛苦 像这样连上的话 这白棋子效太低了 黑棋就跳出 这个白棋被刮得太惨 这也是靠着手机的含义 但白棋可以弃 黑棋痛苦是痛苦的 黑棋不能顶吃 顶吃白棋一路搬的好手 这个图黑棋不太能接受 就搬过几乎就崩了 这里也损失太惨重 黑棋挤了挤 挤的话 我们先就看这个 即使这样挤的搬住 这个黑棋吃了也太小 这个吃了只吃了四五木棋 而被白棋外面全封上 不能接受 所以当时想了一下后 还是选择了一间几家 一间B柱 白棋顶是要点 白棋有的是 尽管可以撑一下 暂时黑棋的煤棋 但黑棋跳以后 将来你还是得回顶 不顶的话 这将来这个被黑棋各种手段 挖一个之类的手段 都很酷炫 然后再一飞 这就已经是封断了 白棋冲 黑棋断 黑棋爬 白棋提 黑棋就挤住 这个白棋就完了 白棋挖这个不行 吃的时候黑棋提是先手 所以这个棋型是存在着问题的 有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 下欠棋的一个棋型 有的时候感觉想撑一撑 效率很高 但其实到最后还是都是要还的 先顶 黑棋 跳 跳觉得紫销比这个要好一点 但其实是也未见得 可能黑棋还是应该场了一个比较好一些 跳实战白棋 这手棋靠下的非常好 应该说布局下到这里 尤其这一代战斗开始 这个金志南 这位韩国业女骑士的表现 可以说是一个 出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状态 体现出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骑力 这是其实 黑棋我们应该看到 这应该 其实 黑棋一旦只要这里走畅了 比如说大家走畅了以后 黑棋这部拖是很舒服的一招手机 拖完以后 黑棋可以走这一靠 就有一个吃两个子的可能性 所以黑棋尽量把这一代下石 而实际上被白棋一靠 黑棋写的 这棋有点难受 再靠这个 这要出头啊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有可能借劲 就一路搬过去 借劲的话 白棋 黑棋略微有点吃不消 所以黑棋先靠这个 白棋也不让黑棋动 白棋现在搬这个的话 黑棋肯定要抢弓了 要把这个头搬过来 大家转换 白棋吃不干净 黑棋 而且这块白棋重 所以白棋先走这个 黑棋搬 其实白棋 我觉得这次白棋退一个 黑棋这次已经很困难了 应该说 下到这样一个局面 也大家可以看到 这名金志拿 这名韩国业余顶尖女棋手的 一个实力 也说明他战胜 当时战胜韩国顶尖许荣洛 就在这次上吕背中 第七轮的比赛中 战胜许荣洛也并非意外 因为许荣洛在我看来 也是非常强的一名棋手 我跟他下过两盘 各胜一盘 他给我的一种 另一个像就非常扎实 其实作为他 然后这个金志拿 其实就在 在第七轮的时候 就在我旁边 我看到他 通过一个先捞后起的 一个战术 赢了许荣洛 让他说下的 还是非常精彩的 也从这盘 其实布局的时候 也可以看出 他是一种 非常有战斗力的一个棋 其实都撑得很紧 说到现在 我个人觉得 从这盘体现的实力 从目前体现的实力 或者说 在整个商旅杯的 整个的一个过程中 金志拿的一个实力 还是比我国的 燕狱七首 稍微好一点点 这个其实也是由 定断赛的名额决定的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职业定断赛 韩国现在每年 只出四个燕狱七首 而中国是至少出十个 就是在一个定断赛上 就是十个 还有中国维系大会和 男子混打的比赛中 也会产生 而现在男子中国 已经是定断赛 要产生二十个 而中国维系大会 要产生十四个 总共产生三十四个 当然韩国的 业余男棋手 也开始放开 也导致整体的 韩国业余棋手水平 也不如以前 前几年 前几年那些业余棋手 确实怨声 确实非常强 几乎定完断以后 马上很快就能走到一线 而现在 因为他们当时的名额 就是两个到四个男子名额 现在韩国男子 定断的名额 也放到了八到十个以后 韩国的业余 也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但是个别几个 像目前的江志勋 许龙骆 依然保持着一个 非常强的实力 业余顶尖的水平 但很有可能 他们今年年底 去年年底 或者今年年初 就会成为新的 一个职业棋手 这很多 其实年轻的 业余骑手 冲断少年 整体的一个水平 其实和定断名额 是直接有关的 像现在中国 现在目前 男子三十四个 女子十个的 这样一个定断名额 其实导致 中断少年的综合实力 尽管围棋的水平 是在不断的提高着的 但综合实力 或者在业余赛场的 一个竞争力 是不如以往的 这个其实也不应该 算是坏事 但同时也给了我们 一个新的课题 这些骑手 定完断以后 参加比赛的问题怎么样 这也是我们之前 几次谈到过的 一个将来的 一个构想 可能是会一个 职业和业余打通 可以很多公开赛 这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建议吧 好的 我们回到实战中了 实战这部 白旗只要退一个 我当时觉得 这起黑旗 只能再贴出来 只能再继续 寻求一个战斗 如果走这个的话 被白旗夹死 这个还是 或者这白旗飞死 这个黑旗还是太苍板了 只能继续战 但这个战斗白旗 说实话 黑旗是有点苦 因为无论这两块旗 白旗的处境 都要比黑旗要好一点 黑旗好就好 在时空比较多 就这里一个拆边 但一旦下后了以后 这种打入 都会变得非常严厉 所以这部旗 我觉得应该退一个 更为冷静一点 实战连班 连班直接导致了 这盘旗的一个 战斗的一个白热化吧 黑旗打吃这个 白旗会沾 所以千万别大意 曾经我有一盘旗 因为很容易出现 这样一个 黑旗总会很容易 出现这样一个图 走这个打吃 也可以考虑下成这样一个图 在脑海里出现这个图 以为次序无所谓 特别容易随手 我曾经有一盘旗 就是随手打了一个 被人给沾上了 其实我打那边 它只能走那个 这后会 当然下完以后 我就当时愣了十分钟 特别难受 所以这起一定要小心 这是打这个 白旗不能沾 白旗沾的话 黑旗就往下竖 这个黑旗就走这个 这白旗就不行了 黑旗就一个个走 俗手一个个走 这个不能称之为转换 如果白旗打吃这个 黑旗就把这个竖下 走完这个以后 黑旗还是可以腾挪 比如说飞啊 甚至靠啊 这都黑旗依然可以腾挪 这里的损失却无法弥补 白旗只能吃这个 黑旗提 白旗打吃 这个时候 黑旗千万别冲动 去开截 这个截是打不起的 即使打吃这个 黑旗 白旗把这个抓了 黑旗提 再白旗双脚吃 这跟刚才那个图 差的实在太多 刚才那个图是这样的 而现在这个走成这样 这个就被吃成这样 这个图成为白旗 黑旗无法接受 所以结实肯定不能打 而被黑旗一旦提过 黑旗只能沾上 这样打的话 那白旗这个形状太好 黑旗让白旗出现断点 只能把这个给沾上 这次白旗又面临了一个选择 实际上白旗继续去挑选了一个 非常狠的一个下法 但我认为是过分了 这次白旗应该只能沾上 但它沾上的话 有可能会担心 我在这里继续考验它 继续打吃 如果白旗再结结败退的话 这个它有点不能接受 长的话这还要被贴一下 而如果沾回去的话 这太委屈了 吃得太小 黑旗往这一走的话 这黑旗很容易掌握 局面的一个主动权 这一代黑旗的收获 显然大于这里 而如果战斗的话 它多多少少有些担心 将来被一拐了一贴 整块白旗是不活的 牵了一手旗的战斗 这个跟刚才长 白旗搬黑旗搬白旗长相比 这个差的 真是不是一点半点 实际上白旗 它就一手虎柱 但这时黑旗一断 白旗顿时觉得很难下 断是此机的一步好期 断完以后 看上去黑白旗很危险 黑旗很危险 就都已经被白旗包围起了 还该白旗一下 但白旗一时间 由于自身的一个旗形的问题 还真出不了手 现在最简单一个 白旗如果走这个 白旗如果吃 那黑旗一跳 这就下完了 最后整条边就被吃了 实际上白旗走这个 黑旗打吃 白旗沾 这个团这个也不行 团这个被黑旗一沾 也同样完了 这只要收不住气 黑旗这里只要两气 就能跳下 白旗为了走这个的话 黑旗就打吃跑出来 跑出来以后 这块不活 这两块又要跑 这也不行 所以实际上白旗这步 也是通过一定的计算力以后 选择的最狠的一个下方 走 冲 白旗提 这形成了一个结针 黑旗扳 扳白旗几乎就只能开截了 按这样送出去的话 这肯定不行 帮黑旗出头的话 这个肯定白旗太苦了 走这个黑旗就再跑 白旗走这黑旗一段 这个白旗把自己越下越重 所以实际上白旗没办法 只能开截 黑旗提 白旗走这个 这是唯一的截裁 黑旗把这个沾上 形成了一个转换 白旗走这个 初次看起来 白旗这个收获 目数收获比较大 然后我们再看几步 我们就可以重新做个判断 这黑旗B是黑旗的权力 搬是 黑旗走这个 白旗坚定 这个是黑旗的权力 白旗不能拖线 拖线这一飞 这不死也八层 至少八层皮 而且这次太危险 黑旗这里 铜墙铁壁 白旗坚定 所以黑旗这步跳 非常大 白旗走 黑旗小剑 这时白旗如果 另一个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白旗五六七八 十八 二五二六二七 这都要搜刮 这三十目绝对不到 这点十目绝对多了 四十 这七八目 四十八目 而黑旗这里 这里打已经十多目了 加黑旗立即把先手 这块有十五目 这五目没问题 二十 这个脚和这个脚 这里一旦 点个十 十到十五目没有 三十五 这个四十五 然后这一块 几乎就是白多的 这个实地形 黑旗如果 凶一点走这个 如果中庸点拆一个 上面就是优势的地方 那这个对于白旗来说 压力太大 但我觉得这是白旗 还是应该忍耐一个 不忍耐后患 其实那个后患无穷 白旗走这个 白旗实在有了以后 加 走这个 拆 黑旗实在这个度 本身价值就非常非常大 我们可以点一下 本身目数有多少 一二三四五十一 这个走完 本来白旗搬张以后 白旗一二三 就算黑旗最简单的搬张 白旗减少 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 九十十四目旗 而黑旗这一手旗 本身就有六七目 黑旗长了六七目 那这手旗本身价值 就有二十一二目旗 更关键是 白旗这里的味道极差 走完以后 我们可以再看几波 就白旗实在是拼命的抢控 这也是白旗 肯定是觉得 行事不利了以后 一个拼命的抢控 黑旗首先这一段 白旗已经是动弹不得了 白旗不能吃 吃的话这里都出问题了 被打吃一下 这里已经都出问题了 白旗只能沾上 跳都不能跳 跳被黑旗一吃了 一滚打 这就已经出齐了 一沾 黑旗一挤 就已经出齐了 白旗只能非常委屈地沾上 黑旗一尝 瞬间把这一个口子 就完封了 而这里黑旗已经完全实地化了 有了这几手旗以后 所以这里一代 白旗尽管抢了一手两手旗 但黑旗走了 这两手旗的价值也是非常大 这是白旗的权利 走 靠了一走 但黑旗将来即使这跳一跳 这块控也是立体型的 作为行事不利的一方 白旗继续要拼 再把这个抢 白旗如果再悠悠然然地往这走 黑旗尖一个 这局面几乎已经是不可 已经不可逆转 下接 其实这一代黑白旗的味道 依然非常的饿 这黑旗冲了 斑 这是考验白旗的一个下法 白旗打吃以后 接下去的这一个答案 我觉得金智南给了满分 这次白旗如果走这个 首先白旗不能随手挡 挡完以后这里要出问题 黑旗一虎式绝对先手 白旗就姑论 姑且不论这里有没有骑 这个虎式绝对肥子一贴 次就已经不够了 黑旗这里一点搬了一加 这局部已经是成为一个打劫了 搬了一点或者一加 都已经局部已经成为一个打劫了 这个白旗脚上就抠不住了 那白旗如果沾呢 沾黑旗有一个隐藏的好手 就走这个 走这个一走以后 白旗几乎已经是崩了 白旗局部要杀过黑旗的话 只能立 黑旗贴 这样的话是白旗快一气 这样的话是白旗快一气 黑旗不行 但现在问题是走这个的话 黑旗可以冲这个 冲这个的话 白旗顿时发现这旗已经是完了 白旗如果走这个 黑旗急 走这个一断就断死了 白旗只能断这个 黑旗走这个 白旗吃 黑旗一管 白旗明显慢一气 所以走完这个白旗走这个也不行 黑旗就冲断 依然长不出旗 这也是之前 黑旗走这个和隐藏着的一个手段 这里被刮的是实在有点惨 白旗要想收住的话 只能搬这个 但搬这个以后 黑旗就往这一坐 这个白旗已经没有办法吃黑旗 局部已经成为一个打劫 而本身 如果要防住黑旗的话 只能走这个防 防住这黑旗 这已经死了 所以综合来讲 这里基本上已经出旗了 如果直接走的话 白旗有这个硬防的好手 暂时黑旗不动 所以黑旗先搬一个 也是暗藏杀机 但白旗这个 这里的一个计算 应该说还是给出一个满分吧 自补 这也是没有办法 但从综合来讲 这一搬黑旗又多了史莱姆旗 就白白多了史莱姆旗 而本身刚才我们点成 三十目的一块白旗控 白旗只剩了八九十十四五目旗 被黑旗如果吃的话 白旗只有十目旗 那这个来说应该 这里黑旗应该说是 取得了巨大的一个战果 应该说这只要不出问题的话 已经是黑旗 胜利已经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我挡 挡是自重的一手 所以走这个 这一代因为优势比较大了 这一代我当时吓得 我记得有些后悔 下着实战有些随手 应该还是先把这两个给交换了 然后再在这动脑筋 再在这点一个之类的动脑筋 实战当时吓得比较快 因为我觉得这骑确实非常好下 点这个 这也是我的一个 一直以来的一个弱点吧 优势下容易 骑下得特别快 然后走着 被扳的时候 我当时愣了一个 按照原计划 我是打算走这个的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 这两个没交换到 还是有些疑患 当时我觉得这骑即使气了 这骑也可以 走这个 但以后这个有可能交换不到了 白色有可能一手把你团一下 把你一手搬死 当然 所以临时改变了一个计划 走这个 希望还能走这个 当然对手也识破了意图 不可能让你随便交换到 在搬的时候 因为有了这两个字以后 将来这个字以后走 H1间是有个结 而如果走不着的话 就比我们看一下 如果能交换到这两下以后 首先H这里能冲下 其次H这里有一间 有这个局部就已经是有个结活 所以第二下 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我交换到 跳风 这一代应该说是白旗 有收获 但这点收获 应该是还不足以扭转局面 H靠段也是充分发挥 这里的后势 希望走成这样 白旗如果立的话 H就长着战斗 这个白旗形状就和这类似 形状是欠旗的 如果长 H就抢到先手以后 往这一跳 这黑旗应该说 也是赢得非常简明 实战这个金智拿 确实也有招 他一小间局部的好 确实下得好 这部小间 如果在平时的时候 这首棋有点怪怪的 但在这个局面下 确实也是最拼的一首棋 这棋长 首先这局部是个什么棋型 这个大家理解 白旗局部如果是走这个 这个应该是第一杆 但非常巧 也是白旗非常不幸的是 黑旗不需要靠这个扑着做活 这个扑完 尽管有一立 立是先手 但外面太损 尽管是可以活 立完是可以活 黑旗可以非常巧 没有吃这个 沾这个 随我走这个 这个局部 看上去黑旗很勉强 走这个 白旗扑 看上去黑旗活不了 但黑旗有这个 简单走这个的好词 白旗点 黑旗粘 这黑旗白旗是个接不归 是个妙活 同时白旗如果搭这个的话 黑旗粘这 也就是说这两点 黑旗必得起 黑旗里面是一个近活 白旗要杀黑旗的话 白旗只能靠估这个阶 估这个阶 首先黑旗粘 现在是先手 白旗最多是这个先手 况且真的打起这个阶来 黑旗也不怕 正是因为看到这个活旗 才选择了黑旗这不长 白旗飞 黑旗跳 白旗突 这个可见它计算力 还是非常强的 就是一直瞄着这里的手段 这里局部 但黑旗不怕 黑旗想这个即使打截 我全局这么厚 而且这还有截 肯定不怕 说 就只要我现在这旗 只要尽量把旗下在 有价值的地方 中间 这个脚死了 问题也不大 白旗靠 这是旗 从这个进程来看 白旗的招法 已经有些混乱了 走这 先打吃 这韩国女骑手 这盘骑的表现出了骑 就感觉和男骑手一样 还是下的 骑形都比较好 骑形比较敏锐 但这两下 其实损得很厉害 这脚 已经是快要 活不了了 白旗走这 黑旗这手 骑非常大 如果形势差不多的话 黑旗应该把这下骑糊了 但当时觉得这骑 看这个对手 这个架势 是打算给我打劫了 这个留着 是一枚宝贵的劫财 果然鼓进 这个他的计算 肯定没有问题 想骗到他 这个不容易 其实黑旗这个 还能唬一下 再走这个太惨 打劫 踢 黑旗虎是特别愉快的 劫财 就走在外面 这手骑 估计本身就要先手 十几目骑 将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随便走走 中间都成空了 黑旗踢劫 我把这冲 这个黑旗因为觉得 确实赢得很清楚了 就没有必要再拼了 就把这截削了 把这战 所以我点一个 又是白旗很痛苦的一招 白旗如果走这个 黑旗一般 靠这个打劫 基本上对于 无疑是安乐死 实际上拼这个 黑旗一拔 但在这里 黑旗固落金汤的 一个包围网中 这个白旗太困难了 这确实不好活 白旗如果走这个的话 应该是最有迷惑性的 但黑旗其实挤一个 这个打劫都是有的 黑旗走一个这个 白旗走这个 黑旗再盯这个 这确实很很很难守 这个黑旗走这个 白旗要活 确实不易 实际上白旗走这个 也是找了一个 认输的台阶吧 他认为这骑实在是太苦了 正好黑旗一挤 白旗打吃的话 是没有用的 打吃黑旗就沾少 这AB两点剑合 就下到这样的时候 是他投资认负了 应该说整盘齐布局的阶段 尤其续盘舰的一个战斗 对方的韩国业余女旗 就金志南也充分体现了 他一个顶尖水平的 业余顶尖水平的一个体现吧 实际上的很紧 执行什么把握 掌控啊 包括斗志啊 积极都非常的完美 但在中盘的时候 由于一招不胜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结真 这个结真的一个结果 看上去是双方一个 等价的一个实地与后卫一个转换 但随后由于局部的味道 里面的各种味道太差 搜到了各种搜刮以后 一下子其实比想象中拉克尔再大 后面尽管凤链拼搏 但实际上这些差距已经追不上了 因为这期黑气确实太后视 但这盘棋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韩国业余顶尖女骑手的一个实力吧 好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